土石不斷崩塌 还有巨石滚落路面 就在现场触目惊心 民众车辆也被洪水淹没 甚至掉落天坑 这里是遭暴雨侵袭多日的美国加州 水是惊人 文杜拉河的水位一夕暴涨至7.6公尺 创史上最高纪录 当局紧急撤离住在河边的灾民 大叔和电线杆都被强风吹垮 10日上午造成与22万户民宅及商家停电 大气河流酿成加州十年一遇的狂风暴雨 就连隐心名人的高级住宅区 一样也受灾 直升机冒险抢救 无法撤离的民众和小狗 CNN报导指出至少有两人驾车罹难 一名五岁男童不慎遭洪水冲走 甚至还有人攀着树枝等待救援 期盼中央救灾人力尽速持援 将伤害减到最低 大爱新闻武贵镇编译 大爱新闻